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仲晨 我今天再跟各位聊一个 聊那个笔记小说的故事 也就是三言二拍里面 在省寺横眼里面 卷24 这篇叫做《隋阳帝亦游遭遣》 一讲到隋阳帝 隋阳帝开了大运河 隋阳帝叫什么名字 大家顺便科普一下他的历史 隋阳帝叫做杨广 他爸爸叫杨坚 杨坚是创立了隋朝 隋朝基本上来讲就是只有两代就结束了 后来由唐 由唐国公李渊取而代之 那所以故事很多 隋唐演绎什么的 那这个杨坚 他是一个非常的简朴节省的人 那杨广因为他爸的关系 所以他自己在没有继位之前 也是公孙不备 那也是假装自己很节俭 然后实际上他不是的 他一旦得了位置 实际上原来具文 这个东西其实历史都要 还有这些拜官也史都要参考而已 据说隋文帝就是杨坚 他本来要传位给他的长子 叫做杨勇 而不是传给这个 不是传给这个这个杨广 杨广就是隋阳帝 但一讲到隋阳帝 历史全部都是负面的印象 其实现在很多的历史 什么的 这些人的选坚专家 都替隋阳帝平反 认为说隋阳帝他开朝大运河 让中国的经济得到发展 如果没有他开朝大运河的话 很多的物产 什么都不能够这样流通 当然了我从小学的时候 我们的老师教我们那个 那个国语吧 还是什么的 他就已经讲过了 初中也是这样 都在讲这些历史文史的老师 都在讲隋阳帝 开朝大运河 然后找了很多名女 在那边帮他拉欠 怎么怎么样 他这个 恒真暴恋什么东西 都是讲他负面的 一点好的都没讲 但是现在很多专家学者 都认为说隋阳帝 其实他开朝大运河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要赏花 为了要什么 而是真正的促进了经济发展 那今天我不讲那些东西 我也不讲这一篇 《醒世横眼》 《卷24》的故事 而我是要从里面挑出一些 一些重点来讲 什么重点呢 在历代来讲 在对前朝的皇帝 每一个皇帝死了之后 都会有一个嗜好 比如说什么汉武帝 汉文帝 武帝就是 反正帝王的嗜好 他有一个编码原则 就是这个人的 你给他的评价是什么 但是这些评价 都是他的后世子孙给他的 后代给他的评价 而不是他自己评价 汉武帝不会在活的时候 我是汉武帝 没有这种说法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 他有很多的末代皇帝 因为你的国已经亡了 你的朝代结束了 你的子孙没有可能 你的子孙没有被宰掉 消灭掉 就已经不错了 你怎么还会有四号呢 谁给你封呢 后代的人 后朝的人帮你封 所以最后末代皇帝的那个名字 都是很难听的 ID啊 什么D的 这些东西 像那个 周幽王 这一类的 都是给你用最难听的 那个名字来给你命名 那就是 这个四号就是什么 是下面那个朝代的人给你封的 所以历史不是当朝的人写的 而是后朝的人给你写前朝的历史 所以要泼脏水要怎么样 那当然是 在所难免 因为你要毁灭嘛 我之前讲过说 那个 台湾在搞文化大革命嘛 文化大革命局 中国大陆也搞过文化大革命局啊 那那个 阿富汗的那个塔利班政权 执掌政权之后 把那个巴米洋大佛用 用那个炸弹把它 把它给炸掉 巴米洋大佛在 唐朝 那个 大唐西域记里面 都有讲到 他亲眼看到巴米洋大佛 那个叫大佛城 那 玄奘看过的古迹 一直流传到现在 可是因为 塔利班政权是伊斯兰教 是回教 他就要消灭异教 这些反正会想要消灭异教 要对文化没有包容性的人 都是狭隘 都是该消灭的一个宗教 的一个思想 台湾的文化大革命局也是这样 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 自己已经承认是错误的 但是台湾继续走这个路 好了话我们再说回来好了 今天讲的不是很震惊的题目 今天讲的是什么呢 讲到这个 既然讲到隋煬帝 一定要讲他那些肮脏的事情 不管是泼脏水还是怎么样 但是这个肮脏事情都是 很多笔记小说里面都讲到 那讲得非常详细 连人民地址什么东西都清晰可变 那这上面就已经列举了 列举了非常多 有大概七八个 七八个不同的来源 来讲这些隋煬帝的这些故事 那非常之精彩 隋煬帝最后是怎么死的呢 最后是这个 最后大军押近之后 这个要杀他的时候 隋煬帝说我们这个帝王不被杀死 就给他一个白铃 结果隋煬帝自杀死 古代的帝王不被杀死 他也不自杀也不文景 他只有什么 就是要留得全尸 第一个是服药 第二个是上吊 那第三个就是服毒药 第三个就是饿死 齐桓公这么伟大的人 齐桓公近闻 齐桓近闻公子小白 居然死的时候是被他儿子给饿死的 还有那个梁武帝消炎 那么邪爱佛教的一个人 结果他死的时候也是被他的子孙给他饿死 在王宫里面 这都是 这历史都是非常有趣的 历史你一定要 一定要把这个故事全部 从生到死都要了解 否则你光是一个局部 你看光是他跟达摩对话 什么这些 这都是片面 你要看他最后怎么死的 你就知道 他这一生应该怎么样子来评价 好 我们现在言归正传 今天讲的是什么呢 我今天要讲的是一个 古代叫做银具 现在叫做情趣用品 讲到这个银具 跟情趣用品 我就想到一个笑话 大概在40年前吧 台湾的报纸上还登到说 在海关检验的时候 X光一扫 有一个女的 一个贵妇人的行李里面 有一个可异物品 因为拿出来是一个细胶的一个假洋具 当时这个是在报纸上登在新闻上面 那这个假洋具到底要不该不该没收 还引发了争论 因为如果说没收的话 这又是人家私人的物品 那他也没有公开拿这个东西表演 所以有什么理由没收呢 可是因为他是从当时台湾没有嘛 是从日本进口的 所以讲起来这个台湾在某一些方面 是在落后世界各国 包括落后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的这种情趣用品 什么矽胶的假洋具 假阴道什么的这些玩意儿 男女生殖器的这些东西 这些航不郎当的这一切 我们以前叫银具东西 现在叫情趣用品东西 在中国大陆是公开贩卖的 店员全部穿着白袍 戴着白帽子 好像是医院的大夫 护士或者是厨房里面的厨师 甚至于还戴着口罩 仿佛因为他们是卫生人员嘛 他们那个卖的是什么呢 叫做性保健商品店 性保健商品店 就是我们台湾的情趣用品店 我曾经造访过 我说那么large size 我说那个拿给马用还差不多 拿给人用的话 谁受得了 结果那个店员 一个女的店员 中年女的店员 你很不严肃 我想我怎么严肃的起来 so large so huge 那话再说回来 那现在 这些不管报章杂志 甚至于YouTube上面 影片上面都有人 男的女的甚至医生护士 都在当场演示 当场贩售 如果你看不懂的话 反而你孤陋而寡闻了 可是在30年前不是这样 应该是40年前了吧 不是这样子的 但anyway我都没用过 我不用那个东西 那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 随阳帝那个时代 他有些什么把戏呢 他第一个 他找了这个 他这个工程的部分 我们不讲 我们讲一下那个 就是今天就 纯粹就讲了 这个所谓的情趣用品 他在这个里面 可以让 如果说你不管是 你是学工的 或者你学设计的 或者是你想 对这个有兴趣的人 你不妨看一下这篇 省色横炎卷24 随阳帝 意犹遭遣 这个故事里面 我直接讲好了 那第一个 第一个 有一个叫做 河妥的一个 这个 送河妥的人 他进现了一个 一个这个牛车 这个牛车是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情趣用品 因为牛车走得很慢 第二个 他有颠簸 他可能有设计了一些 那个弹簧避震装置吧 所以这个随阳帝 在这个车子上面 在这个车子上面办事的时候 这个 非常非常的这个 熟悉 所以这个车子就要 这个 这个 他这里面还有详细的迅速 说车前之轮高广 舒丁为刃 后支车轮皮下 以柔玉为之 使滑动不治 使牛玉车 就用牛拉车 车名见何妥转 何妥这个人 他发明的送给 尽献给这个隋阳帝的 自都底便便郡 日静玉车女 车见垂脚消网砸脆片玉明灵 行窑玲珑 以混车中笑语 既左右不闻也 就是他在那个 车子的那个 用很多的那个 浴 做的那个 做的那个 像风铃那样的 摇动 因为你车子走的时候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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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产生一些 这些撞击的声音 那这样子的话 那个隋阳帝在这车上办事的时候 就会 欢声笑语 就不会影响到 不会让船到外面去 因为干扰到嘛 干扰到这个 试听 所以他旁边在 那个保镖的人 就没有听到 文物百官都听不到 他在车上 实际上出巡 他是在车上办事 毛泽东好像 曾经常常干这种事情 其实不止毛泽东 所有的那些 有钱人都干这个事情 然后呢 他每天都 都禁贡 这个 浴车女 也就是 就是在车上 这个办游的 那在 从长安这个梁 这个 贡献了一个浴车女 叫做袁宝儿 这个袁宝儿 在这个 很多笔记小说里面 都有这个名字 而且在 在相关的历史上面 都有 有名有姓的 他这年十五岁 妖枝 仙醉 鱼也多泰 那个水羊帝非常宠爱 而且特别宠爱他 那这时候 那个 洛阳 进贡了一个叫做 河 河地的这个 银脸花 听说这个是得成松山的 那个山屋里面 人家都不知道这个名字 采的这个 采的这个 齐花溢草的人 觉得这个非常奇异 所以送给这个 敬献给这个 水羊帝 那刚好这个水羊帝 就跟这个 就坐的这个车子 这个这个 刚好到这边 到这边接受的时候 就想说 那就因为脸嘛 皇帝的那个车架叫脸 所以就叫 就把这个花 定名为 银脸花 花外因子和内树 逆分 分飞 粉药 心 就是花心深红色的 而且那个 底下还有 那个 增加两朵花 枝干 烘烘烈 累通草 像通草也没有刺 叶圆长 叙述的很多 他说 这个 因为这个花 有特殊的香味 这香味闻到以后 这个 嗅之令人 多不碎 就是他那个香味 非常的散的很广 然后你闻到之后 就很兴奋 就不容易睡觉 那这水羊帝 就叫 就叫元宝 辞职 就叫他每天拿着花 在他这附近 溜达 让他 听闻到很兴奋 所以他就叫这个元宝儿 叫施花女 特别颁了一个名字 这时候就招这个余世男 余世男 余世姬 他们都是书法专家 余世男就是书法 书法大家 后来就为那个唐朝 李世民贡献他的那个才能 余世男就 这个草 真辽 指挥 得因 事 于地策 这个元宝儿 又看了很久 这个 水羊帝就问他 问余世男说 昔日传飞燕可掌上午 正常为儒生 适于文字 其人真的能如此吗 今天 现在我得到元宝儿 我才发现他 真的真有歧视 是 然多拱太 这个 今注目于清 清才人 可便朝之 就是要先让余世青给他 携手诗来 对他这个 吹捧一下 那这些文人嘛 当然这个游戏文字 余世男应召为绝句 学画雅黄半未成 垂间 弹袖太拱身 元憨却得君王席 常把花枝棒脸行 上大月 至便上玉龙舟 他又在那个 他又盖了 新建 起造很多的龙舟大船 这些大船上面 都会找 他不找男的 他找了女的 选了这个 吴越这个地方的女人 长得高大 白皙的女人 上千人 专门指导他那个 划船奖 大型的奖 那 其实那个船大 不能是撑稿 因为那个船很大 上千人 这些数字 随便都是上千人 这个 那这个船要多大 有多少船 这都是一个大问题 实际上那数字 可能都要 都是膨胀的 那这些 这些 帮他划船的这些女人 结果有一天 随便登到 那个奉河 他有龙舟奉河 结果就扶着 那个垫脚女的 有个垫脚女 叫吴将仙的肩膀 他觉得 这个吴将仙 真的又温柔又美丽 又不跟一般的 这个同辈的人 这个 就是赫立基勤 他非常喜欢他 结果就扶着他肩膀 他就不走了 就不忍移动了 那这个 这个吴将仙 他很善于画这个额眉 就是把眉毛刁得很细 画得很长 很长 叫长额眉 随便非常喜欢 看到他之后 就起了生理反应了 所以就回念的时候 就把吴将仙召回来 把他拜为劫鱼 但是这个时候吴将仙 其实他已经结婚了 而且嫁给一个育工 叫做万群 他已经结婚了 嫁人了 他还要招他 所以这个你看看 那个 毛泽东也干过这种事情 是谁 就大家都知道 那 那个随便你每天 每天睡醒了之后 一定要到这个 都要到那个 就 就跟这个吴将仙 就是他的那个 宠 宠 宠爱的这个宫女了 结果就叫他说 在你这个 这一群的这个 划船的女人中间 你是这个 那个老大 首领 所以给他一个封号 叫空洞夫人 从此之后 所有的垫脚女 都争相 画这个鹅眉 长的鹅眉 因为长的 把眉毛画得很细长的话 很容易挑逗这个水羊帝 结果这个施工的力 每天就 就供给这个 螺子带 螺子带 就是用那个 用螺棒做的那个 青色的这个 染眉的这个 眉笔 五货 就是五斗 号为 额绿 螺子 额绿螺子 其实那个画的那个 画眉毛的那个东西 它是青色的 是深青色 现在的人也是这样 文梅也是刺成青色的 这个 这种带 出自波斯国 就是现在的伊朗 每一颗 每一颗这个 这个带子 就是这个染眉的 这个 眉笔沾的那个颜料 每一颗要 价值要 要十 十斤 那后来就因为 因为那个 增幅不足 杂以铜带 几只 铜也是铜绿 所以也是 那个铜生锈 叫铜绿 也可以当做画眉的那个器材 只有这个 吴将仙 得势罗带 不绝 只有他 这个 独受尊崇 因为 你看 每天有一千个 女的 那个 划船的 这个 这个 奖手 每一个都要化妆 你看 每天都要消化到五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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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化眉的这个燃料 那这个 水羊帝每天 每天在这个 看着这个五将仙 他说 古人说秀色可餐 他像这个五将仙真的可以说 可以聊鸡 看到他就已经 就可以 就不饿了 因此又 又又又那个 又赢了诗 这个诗就不用不用讲了 那 这是他 前面有一个 叫元宝儿 再来一个五将仙 这都是在这个千人选一的 然后再下来 再下来又 又又有一个 他说有一个 有一个 伺儿叫 韩俊娥 第三个 有一个叫韩俊娥 他尤其得到那个水羊帝的那个喜爱 他 他没请必招 就是没 只要他 只要到这边来 他一定要找 晚上一定要找他 找他 那个过夜 而且 他命令 这个 证 就命令 这个 就命令这个 这个叫做韩俊娥 韩俊娥的这个 这个 侍女 每天晚上给他按摩 按摩他全身 然后才能够 安眠 所以他别号 他叫莱 莱孟儿 每个人都有名字的 那个 蕭妃就是他的那个 皇后 蕭妃这个 听到之后 就找这个 就私下找这个 韩俊娥来询问说 水羊帝常常觉得不舒服 你怎么能够让他那么安睡 你是不是有什么 其他的魅术 能公开一下 这个韩俊娥因为害怕 所以就讲说 这个 妾自帝 妾从帝自都城来 见帝藏在和妥车上 也就是刚刚讲的那个 那个牛车嘛 这个育女车上面 然后这个 车型高下不等 女态自摇 帝就 舊摇一跃 就是说 坐在那个车子上 因为 因为他会这样颠簸嘛 颠簸之后 他在那个 水羊帝在车上办事的时候 就会 后代所谓的正死 后代写前朝都是泼脏水嘛 所以 白子黑子也很正常 因此 这个 他因为他喜欢这个 这个垫脚女嘛 结果他就 特别喜欢这个 这个叫做 韩俊娥的 因此这个无将仙啊 什么元宝儿什么 他们都不能够亲 亲 亲 亲自 事情了 啊 所以这个 就是一个一个男的 对很多女的 当然就是这样子嘛 啊 这是七一哈 然后再来 我们再来看看哈 这个 他的这些 上有所 下必从之嘛 所以就会有那个 很多的那个 橙子 就会给他 很 献祭嘛 献了些什么祭呢 哈 我们来看看别别的 别的说法哈 第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就是他的那个 这太监啊 有个太监叫高昌 他奏曰 陈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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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说 那个我先 我先画个图给你看哈 然后我们再来做 啊 结果后 这个过了几天 他就把图画好 这个给隋上帝看 隋上帝懂个屁啊 他就是一个好色的家伙 结果他就讲说 很好很好 这非常好 然后就说 开始做吧 啊 然后就叫有师去 去准备材料 木材帆 义夫数万人 今岁而成 做了一年才做成 这个楼阁高下 宣 宣窗掩映 哈 幽房取室 豬蓝 豫蓝 豬笋 相互联署啊 就是房子啊 弯弯曲曲的 迷宫嘛 回环四合 取屋自通 千门万户 上下金币 金球浮于洞下 吊梁化洞啊 宇宙蹲于户旁 碧气升光 鎖窗色日啊 宫巧至极 自古无有也 费用金玉 那个 那个金库里面 通通就都空了 为之一空 因为都花了钱了嘛 花了大笔钱了 如果说有人不小心进入 误入这里的话 虽然 虽然你摸索一整天 你都出不来 因为这是迷宫 所以水上帝看了以后 非常高兴啊 非常大喜啊 顾着又约 假使这真的些人 进入我这个迷宫的话 他也应该 应该走 走不出来 所以可目之为迷楼啊 结果就因为这个 这个 项森这个人啊 他设计建造了这个迷楼 结果这个水上帝就给他封了他五品官 试给项森 而且还给了他这个内裤 布 高贵的布料 一千匹赏给他 然后这个 然后另外他就另外再又下招 又选了后宫两家女子啊 数千人 住在这个迷楼里面啊 那个迷楼是一个 是一个非常非常曲折的 曲折的一个迷宫啊 数千人住在里面啊 他每次到这边来的时候 就一玩玩玩了这个 一个月都不出来啊 这个 有有当月啊 那个大夫叫何仇的这个人啊 这个进献 进献一个叫做童女车啊 进玉童女车 就是童女就是就是处女了啊 他呢这个这里面还有形容的 那个文字上面写 车子制度绝晓 仅容一人 有有机关处一其中啊 以机关那个阻碍这个 呃女子的固定女子的手足啊 女子先毫不能动啊 地义处女四肢即喜啊 就招着何仇为之啊 你的那个这个这个巧思啊 你怎么会想到这样子的东西呢 结果就给了他一千一千两黄金啊 而且还给他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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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表 他一个撞给他说 哎你真的聪明 这个何仇就何仇这个人就出来 他就跟就跟人家讲 这个车的技巧啊 有的人就说 哎你这个不是这个成满之气吗 这不是这个成满之气啊 那那个那个这个这个 这个何仇认为说还可以再改进啊 就是这只是一个把一个把一个把一个 处女局限在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一个一个狭角空间里不能动 不能动弹 让这个水洋地上去 呃这个 这个淫这个淫乱 那结果他讲说这个这个还不是 就是同行的人说这个还不是最技巧的 所以这个何仇他又重新设计 又设计一个什么叫做转转转转转车 啊这个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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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跟这个合车讲说 你这个车叫什么名字 之前已经给了一个车子 很厉害 叫做预同你车 现在这个车子叫做转观车 那你这个车叫什么名字 合车就说 这个是我随便想 随便叫 没有名字 请皇帝四个名字给他 皇帝讲说 你既然是任意想象的 做出来车子 那我得到 我也是任意使用它 而且值得其乐 所以我就叫这个车叫任意车 各位 如果说你看过那个绘本的 讲到随阳帝这个故事的时候 都有画那个车子 刚才讲的东西都有画 我这上面有画 但是画在这里 这是我的想象 那我看到那个刻板印刷的书里面 画的这两样东西 画的都很可笑 因为它是儿童不宜的 所以跟春宫画又不太一样 那想要表达的东西 因为这个文字早就有绘本 有绘本 古代就有 明朝就有 明朝这种绘本特多 何仇再败而去 然后这个随阳帝又命令画工 画什么东西呢 画这个四女绘合之图 数十幅 也就是春宫画了 就男女交合的图画了十几幅 然后悬在那个这个格楼里面 就他的那个这个什么 所谓的这个弥楼里面 那当年上官时 这个人从那个江外德 就是调回来 调回来这边之后 就进现了一个东西 是用那个铸造的 是乌铜瓶 素十面 所谓乌铜瓶就是 黑色的铜 铜镜 古代的镜子都是用铜做的 没有用铸铁 用铜 因为铜很容易磨 可以打 可以抛光到 用粉来抛光到 非常铜镜 古代的镜子都是铜做的 可是它是一个乌铜 也就是它那个背后的铜 不是青铜 也不是黄铜 而是黑色的 然后这样子 你照镜子的时候 就更清楚了 它这个铜镜 是像屏风这么大 非常巨大的铜镜 能够磨到这么大面 而且不湿针 不会变成哈哈镜 也不容易 但是它就进现了 这个东西 素十面 有十几面 有十几面